接下來就是一個重點叫做 墨跟墨濃度 我跟各位說過 國中的化學計算 基本上都在算什麼 墨 所以你一定要會算墨 再來就是要算墨濃度 可是算墨濃度還是要會算 墨 所以墨最重要 國中的化學基本上都在算墨 墨就是一個算數墨單位 就跟什麼一打兩打一手兩手 一箱兩箱一樣 那是一個算數墨單位 多大的數目叫做1墨 6乘以10到23四方個 叫做1墨 那麼這個數字為了紀念雅伯家絕大人 所以把它叫做雅伯家絕常數 6乘以10到23四方個叫做1墨 然後我們會取這個數字的原因 就是為了偷懶 因為這個情況下剛剛好 剛剛好1墨的公公的質量 就等於它的原子量或者是分子量 我上課講過了 你不可能用數的數出1墨 所以我用秤 秤出來 正好跟你覺得原子量一樣就是1墨 這樣會比較簡單處理 所以我們就做了這個投機球的方法 所以納的原子量是23 所以1墨納就23克 流酸的分子量98就能表示1墨 那就是98克 那也因此就帶出了我們計算墨的方法 那麼我們講過這是一個讓你知道說該怎麼算的方式 它就是這個計數的單位 12個叫1打 所以想法都一樣 12個叫1打 1打是12個1墨是6乘以12三四方個 所以2打就乘2 2墨就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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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反過來 36的幾打 36除以12叫3打 所以同樣道理 這麼多個其墨 除以6乘以10的23是嗎 由始就得到了我們第一個算墨的公式 叫做多少個去除以6乘以10的23是嗎 就能夠算出我們的墨 所以用打的想法 用打的想法來告訴我們說墨應該怎麼算 這個你們應該會嘛 1打12個2打24個36個3打你們都會算嘛 那一樣方法完全一樣 有什麼課 OK 那改成質量也是一樣 改成質量也是一樣 就是1墨23克 那2墨呢就乘2嘛 3墨呢就乘3嘛 那麼請問你46克幾墨 那就除以23嘛 一樣的做法是想法是完全類似 完全類似 所以就有這兩個公式 這兩個公式 各數除以6乘以12 12三十八或者質量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然後 考試的時候題目給幾個球墨會算 給幾公克球墨會算 但是如果問你說 這麼多個有幾公克 或者是問你這麼多公克有幾墨 沒有公式可以直接算 就要以墨爾當橋樑 墨爾當橋樑 為他搭起友誼的橋樑 用墨爾當橋樑 這樣的墨 個數算成墨 等於質量算的墨 兩個相等 左邊等於右邊就算出來 就是我們告訴你的 沒有辦法直接從質量求個數 或者從個數求質量 要利用墨爾當作橋樑 墨爾濃度 就是一公升的溶液中含有溶值多少墨爾 所以公式寫這樣 底下放的是溶液體積 當然體積要以公升做單位 上面放的是溶值墨數 溶值墨數 重點是 墨要會算 重點是 體積的單位是公升 如果人家給毫升 要記得把它換成公升 要換成公升 叫做墨爾濃度 這是墨爾的公式 這個 第三個算墨爾的公式 墨爾素的蒜 墨爾素的蒜 一個是多少個 除以六成十二三四方 第二個是 質量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注意 質量要以公克做單位 質量要以公克做單位 然後 第三個就是墨爾濃度乘以溶液體積 注意 體積要以公升做單位 體積要以公升做單位 這就是我們算墨爾的三個做法 剛才跟你講過了 國中的化學計算 基本上都要算什麼 墨 所以你一定要會算墨 第一個公式 考的機會比較少 多少個除以六成二三 考的機會比較少 後面兩個考的機會很多 後面兩個 質量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或者是墨爾濃度乘以溶液體積 這兩個用了很多 請你一定要記得 公式要會背 要會背 所以才能夠解決後面的問題 那麼這邊有個墨爾濃度 那有些計算啊 配墨爾濃度啊 什麼加水稀釋啊 什麼互相混合啊 諸如此類的東西 那些都跟以前 交的重量百分濃度通通都一樣 想法通通完全一樣 所以呢 就參考過去交重量百分濃度的想法 這邊是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就可以了 這樣你就會曉得該如何計算 好 請注意 要會背 怎麼樣算墨 要知道墨爾濃度的公式 這是你要學會的事情